这样一个优美的曲子 确实告诉我们 让我们回想耶稣所为我们做作的牺牲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场景 来看你的王 这次的这一段 好像是一个奸奏曲 前面经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如今耶稣已经从十字架上被取了下来 所以这些人好像回到了耶路撒冷 遥望加略山 隐隐约约的看见了十字架在那个地方 在这一段里面 他的音乐是使用了两大拍 好像我们在摇篮里一样 这样一个优美的曲子 确实告诉我们 让我们回想耶稣所为我们做作的牺牲 让我们来看两段经文 那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 他这么说 接着在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曾经这样子说 摩西在旷野 怎么样举起蛇 人子 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 在读到这段经文 觉得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很光荣的时候 可是没有想到 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屈辱的时候 可是 虽然是这么屈辱的情况之下 却吸引了万人来看他 也让我们想想 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 我们所想的是什么 你是要来得到什么 耶稣为我们牺牲 使我们得到救赎 你有真的得到这个救赎吗 你有觉得平安吗 让我们一起来 欣赏这一段音乐 于是 李阿波将耶稣交给他们 去进十字架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 布洛比 在那里 他们把他 钉在十字架上 李拉多又写了一面牌子 安在十字架上 上面写着 那他们的耶稣 有天人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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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苦一世 将为阿宗作 以尽尽作万变 如南荡飞 如人尽百荒 却尽香荒 却尽不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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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